今日这地质勘探局在浙江北部发现了三处总产量高达500多万吨的叶明珠资源 此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啊就引起了轰动 那么这次在浙江发现的500多万吨叶明珠能值多少钱呢 那么多的叶明珠放在一块会不会产生辐射呢 探寻证据洞察真相 哎呀好我是子腾 这翻阅历史书籍啊你就会发现 我国在浙江省自古以来就是一风水宝地 其实啊这里各类的资源资源都十分的丰富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大省 而就在浙江省的北部更是拥有了全国33%以上的叶明珠矿场 历史上禁锢给皇帝的叶明珠也大多来自于浙江 目前来看啊浙江省北部所开采出来的叶明珠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多数呢还没有开采出来 根据研究显示 现在浙江省有高达7000多万吨的叶明珠 这样看来这此次的这地质勘探局的工作人员 开采出来的500多万吨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因此在我们看来数量如此庞大的叶明珠 在工作人员眼中好像早已习以为常了 那么为什么这次发现的叶明珠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这是因为这次发现的叶明珠矿场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上来说都不能和之前发现的一只相比 这次在浙江发现的叶明珠属于高品质种类 算得上是非常优质的叶明珠 根据现场图片可以看出 此次开采出来的叶明珠有很多种颜色 分别为紫色蓝色白色黄色 还有罕见的粉色的 这种通透度和纯净度都非常的高 看起来是晶莹剔透 简直是美到了极致 可能有人就会感到好奇了 这些叶明珠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简而言之 叶明珠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地壳中存在着一些发光物质 火山的喷发使这些发光物质喷射而出留在了地表上 后来又在地壳运动的作用中 这些发光的物质得以聚集在了矿石当中 就形成了价值连成的叶明珠 这种由于地壳运动形成的叶明珠被称为矿物类叶明珠 此次浙江省开采出来的矿物质叶明珠中 除了矿物类叶明珠 还有一些动植物叶明珠 比如说萤火虫就属于一种动物叶明珠 在比如说这个唐代苏俄曾在这个杜阳杂编中记载 在保立元年南昌曾献上过一只会发光的叶明珠 不仅在动物界 在植物界中也有很多能发光的植物 比如本草纲木中曾经记载 林芝中的木威林芝 森林芝 七明九光芝 都会发出绿色的荧光 在古代时候一颗小小的叶明珠都会被当成珍宝收藏 而且只有皇宫里的人才能够收藏叶明珠 到了现代随着工业的高度发展 这叶明珠虽然被加工成首饰品或者装饰品相外出售 但价格还是不低 至少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买不起的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叶明珠 不少朋友都难免对台湾价值感到好奇 究竟这五百多万吨叶明珠到底值多少钱呢 在估算这五百多万吨叶明珠值多少钱时 我们先看几个关于叶明珠的点子 由于这叶明珠外观是晶莹剔透 而且还会发光 在古代 由于人们的知识储量不够 所以也就无法解释这叶明珠的特性 因此叶明珠就被带上了神秘尊贵的象征 据这史料记载 史前的炎帝和神通时期就已经发现过叶明珠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 叶明珠被称为玄梨和玄疾之弊 其珍贵程度甚至一度高于何时弊 传闻在当时整个春秋战国 只有商圣范梨和另一位商国大商人一顿 埋得起叶明珠 但这还并不是叶明珠价值的巅峰 后来随着叶明珠渐渐走入了皇室诸侯的日线 他甚至成为了地位高低的象征 还有谣言称 谁能得到这最珍贵的叶明珠 谁就能成为天下的主人 而清朝时期的这个慈禧台后 就拥有了一颗极大的叶明珠 在清代有一本书叫 慈禧陵墓被盗案的书籍里面 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 慈禧啊 就在生前就对叶明珠非常感兴趣 他的奉冠上就相扬了九颗价值连成的叶明珠 在慈禧台后死后 他被葬在了清东陵的定东陵 给他陪葬的有无数珍宝 其中最有名的 便是被慈禧含在口中的叶明珠 那么慈禧台后的这颗叶明珠 究竟价值多少呢 给紫藤点赞 点关注 转发一键三连 支持紫藤 我们继续往下聊 据这史籍记载啊 慈禧台后的这颗叶明珠 重量约为133克 按照当时的定价 这颗叶明珠价格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的银元 相当于如今的8亿多人民币 要知道 当时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可能都达不到这数字 随后到了光绪元年 这颗叶明珠的价格已经涨了10倍 再到民国时期 它的价值已经涨了100倍 也就是达到了800多亿人民币 由此可以看出 叶明珠的价值真的很高 那么这次 在浙江发现的500多万吨叶明珠 只是叶明珠矿床 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就达不到叶明珠那么高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叶明珠的店铺 据悉在2010年的11月21日 海南乔文昌宝玉宫 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 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天然艺术品 和天然宝石在这里免费展出 此展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观看 在这个展览上 有一个压柔的珍藏品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那便是一颗重达6吨 直径为1.6米的叶明珠原石 据珠宝业内专家表示 这颗叶明珠原石 很可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叶明珠原石 保守估计的价值就已经达到了22亿人民币 通过这个叶明珠的典故 我们不难看出叶明珠的价值已经高得我们无法想象 而此次这将开采出来的500万吨的叶明珠 它的价值更是高到无法估算 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试着计算一下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出人工的叶明珠了 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一种胶状的发光材料 涂抹在打磨好的石球上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叶明珠 而且这些发光的材料并不牢固 只要用力一搓 其发光的表面 就会从石球上透露下来 就算工艺稍微复杂一点的叶明珠 也不过就是用石粉或者树纸 拌入发光的材料 交出而成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叶明珠 一定要仔细的辨别 它是天然产生的 还是人工制作的 天然形成的叶明珠 其外观一般是成半透明的 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来的光源就能发光 而且发出的光能量还很大 而那些自身不会发光 只是在局部产生一些线条状光线 而且发光时间也比较短暂的叶明珠 大多数都是人工在荧光石中天充的 荧光粉所制成的 至于那些看起来光泽度通透度都不是很高的叶明珠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用发光材料涂抹而成的 那么把这叶明珠放在家中会不会产生辐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这个问题很贴近民生 毕竟有不少人家中会藏那个叶明珠 但是又由于这叶明珠本身带有绿色的荧光 因此有人可能会担心 将叶明珠放在家里或者说佩戴在身上的时候 它所发出的荧光是否会产生辐射呢 再经过大量的查阅后发现 关于叶明珠是否会产生辐射 实际上判断依据很简单 要知道矿石是没有辐射的 想知道矿石有没有辐射 主要就是看这叶明珠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叶明珠是一种银石矿 属于非金属矿石 而这种矿石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浮化钙 它之所以会发光 就是因为浮化钙可以吸收光源 从而让自己散发银绿色的光 至于这浮化钙大家可能并不耳熟 但是一拆开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实际上如今的浮化钙已经成为了 咱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 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这空调和冰箱里面 就有大量的浮化钙 而这些浮化钙有着很好的制冷效果 除此之外 在我们平时刷牙所用到的牙膏中 也有很多浮化钙 这些含有浮化钙的牙膏 能够很好的防止细菌在牙齿之中滋生 而叶明珠中所含有的浮化钙含量 远远低于这些日用品 由此可见 叶明珠里并没有浮射 叶明珠放在今天 放在我们的屋里 或者当配饰 也是非常安全的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你们见过真正的叶明珠吗 你们见过很大 很有价值的叶明珠吗 欢迎给子腾留言一起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 记得给子腾点赞 加关注哦 看去证据 洞察真相 感谢观看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